要知道我们是凡夫 我们不是圣人 不但大圣没份 小圣也没份 小小圣 我们也做不到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深深感触到 也无比的惭愧 修佛怎么修了 第一要直接 不直接就没根 所以在家修佛三个根 出家修佛四个根 第二要修行 要真修行 你才会有成就 真修行 我们待业求往生 那就是要发愿 要念福 心愿行吗 三个条件 你总得要去做 真有愿 这个愿怎么生的呢 知道这个世界苦 苦不堪言 就知道苦啊 我们才愿意脱离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诱惑这东西太多 财色明事 睡五欲六成的诱惑 知道苦 就不受诱惑了 我要想得到这个世界 这些享受 自己一定要想想 付出多少代价 值得吗 不值得了 纵然在这个世间 做了过往了 世间人所说的 贵为天子 富有四海 你能享受几年 大概列在帝王里头 享受最长久的 无过于康熙 康熙做了六十一年皇帝 秦龙不敢超过他的祖父 所以做六十年 把王位让给他儿子了 自己做了四年 太上皇 也就走了 所以你想想 能详解释 佛报想完之后 到哪里去了 出不了六道轮回 既然出不了六道轮回 那就可想而知 他一代不如一代 我们讲一世吧 一世不如一世 这是四十 这就是你付出的代价了 修多少世间佛报 才能做一次帝王 一次降尽了 又要沦落多少世 那又获比呢 这是我们要把它看清楚 看明白的 就是我们的孙子 nuit 好 我是 我的 gemacht omen mêm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